月想季的第三天 九我饭店门口的客人依旧络绎不绝 姓平小摊的销售额虽然有所提升 但因为第一天亏得过于厉害 始终没能补平亏空 见此情况 九我再次上线嘲讽姓平 希望他能尽快关门 但姓平始终不为所动 毕竟作为一家饭店 怎么可能所有方面都是满分呢 现在远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后来姓平田所分头行事 做菜的做菜 找人的找人 忙得不亦乐乎 转眼就是第四天 傅田在姓平的拜托下 拿来了很多长桌长椅 为表新意 姓平也决定给傅田尝尝自己的新版麻婆豆腐 这次他将豆腐与面条相结合 还在上面摆上一个巨大肉丸 很快傅田吸流起了面条 不由的便沉醉进了这令人安定的美味 但是朋友们 看看对面的宏大的规模吧 他始终还是非常担心啊 不过姓平不以为然 漫长的等待会让顾客陷入疲惫 庞大的客群会让客人刚刚吃完就被提醒离席 遥遥无息的队伍会让人望而却步 而这就是姓平翻身的良机 是时候了 姓平提醒傅田将肉丸打散 顿时金光四溢 香飘十里 傅田等不及了 再次吸流起了面条 原本刺激的味道变得轻柔爽口 仿佛要将人包容一般渗透进骨头里 原来姓平在用牛骨炖的汤里加入了精挑细选的几种咖喱调料 以及大蒜生姜将之变成了特制咖喱高汤 然后他加入明胶做成固体 再包上胡椒饼所用的肉馅煎熟 做成了一个含有月亮的肉丸 而这个肉丸一旦出破 咖喱的鲜味就会飘散而出 溶进汤中 没错 这就是姓平最新出品的定时爆发麻婆咖喱面 就这样 在香味的引诱下 久我饭店的队伍长龙被抢走了一半 久我不慌不忙 毕竟全凭姓平填索两个人 根本无法应对那么多顾客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填索临近崩溃的时候 美作突然登场了 在姓平的拜托下 这位拷贝忍者在姓平餐馆不断进行想象训练 将自己活成了姓平2.0 不仅精通菜品的制作方法 还和姓平的布料完全一致 填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先在大脑里把客人的要求 按照时间长短整理出了不同的优先顺序 然后再副主行动 完美服务了每一位顾客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天空渐渐变暗 在填索的拜托下 乡土料理研究会拿来了自家的珍藏 后来在大家的努力下 姓平成功打造了一个 和台湾九分风格非常相似的小块区域 成功唤起了人们想吃胡椒饼的欲望 就这样 在登陆的助攻下 客人不断涌现 显而易见 面对这庞大的工作量 三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乎 就在姓平抽身举帮填索准备胡椒饼的时候 肉妹从天而降 给予了助攻 毕竟他也参与了胡椒饼的研发 闭着眼都能抓住胡椒饼出炉的最佳时刻 紧接着塔克米伊萨米也火速赶到 在六人的骑行协力下 姓平的小贪终于变成了一家有模有样的店铺 最后的最后 广播公布起了中央地区的营业额 姓平成功反超九我 拿下了当日的第一名 直到这一消息后 龙胆光速上前调侃起了九我 而九我也准备按照约定 和姓平来一场实际 结果没成想 任姓平不同意了 在他看来 如果五天累计的销售额没有超过九我 压根就不能算是取胜 毕竟他原本的打算 可是前三天紧紧咬住 第四天就压倒性获胜 最后在累计营业额上取胜呢 不然怎么对得起 在开店上比九我老手多了的这份资历呢 只可惜 事与愿违 通过最终统计 姓平成为了中央区域第二名 九我则是第一名 姓平没能获得和九我十几的机会 而九我也失去了和时捷第一席 四英式十几的机会 其实一年前 九我也像姓平一样 想要发动十几 却以5.0的绝美成绩输给了小思 后来因为小思曾在中央区域 连续五天取得了销售额第一 所以九我想要挑战同样的目标 换取跟小思再次十几的机会 抽谈后 龙胆带着姓平填索 前去品尝小思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 和其他地方不同 高台区域因为顾客层不同 将会提供全套晚餐 而龙胆之所以来到这儿 也是因为吃完小思的料理之后 他在五天的时间里 吃遍120家店的挑战 就正式通关了 原归正传 小思今天的主题是 秋季食材交响曲 他将一个人做完九道菜品 毕竟一想到要把食材 交给别人做最后处理 小思整个人就害怕得不行呀 第一道料理是 正英虾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春天的代表 但实际上到了秋天 他们会长得更壮 虾味也会更浓 小思深至这点 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和他一样 后面的每一道菜 都让人感觉到 比活着时更鲜明 而为了顾客更好的感受 小思以绝妙的平衡 控制口感的变化 还会改变温度和香料 让风味截然不同 真正实现了节奏惬意改变 却不破坏整体和谐 后面小思前来询问 食客的感受 龙丹表示 自己想要尝尝 包含小思热情的料理 但小思却直接指出 他的料理不需要自我 只需突出食材的风味 因此美食家也将他称作为了 侍奉所有出类拔萃的食材 并献出自身与荣耀的 餐桌的白骑士 看着小思的一举一动 姓平注意到 小思虽然喜欢瞎操心 到处问他们 空调冷不冷这种傻问题 却从来没有问过 味道怎么样 很明显 他对自己处理食材的能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另一边 惠里奈久等的客人 始终没有到来 而他的父亲 却时时然进入了家载 还开口辨识一句 惠里奈的料理 不该是为这么低级的人质做的 听到这里 大家愤愤不已 而惠里奈则陷入了恐惧 面对众人的质疑 男人表示 所有一流艺术品的真正价值 只有兼具了品味和才能 接受了正确教育的人才能理解 真正的美食也是如此 只能由少数人交流价值 这样的被称作料理 其他的则是私料 那些认为 只要使用了高级食材 就是美食的家伙 根本就不懂得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 突然 惠里奈的父亲就做了 还想要看看 女儿这些年 究竟有没有长进 惠里奈整个人大崩溃 得亏这个时候 姓平拿着胡椒饼 大大咧咧的上线了 还直接表示 自己想要和惠里奈的父亲拼桌 好家伙 短短一刹那 男人的脸上写满了嫌弃 还出声提醒女儿 娇有需谨慎 紧接着男人向大门走去 没成想拉开门的那一刹那 汽车远光灯 刷刷刷的射了过来 原来是总帅先左卫门来了 想要将惠里奈的父亲 赶出远远 男人不以为意 认为是自己将女儿的神神蛇 锻炼了起来 远远也不该变成 现在这个充满 繁夫俗子的地方 话音一落 他还拿出了 十节评议会的最新决议 十节评议会被赋予了 学员总帅同等 甚至更高的权利 其中 若有超过半数的人 同意某项决策 那便会成为 整个学员的决定 而现在不知不觉中 远越学员的最强集团 已经叛变惠里奈的父亲 中村成为了学员的 新一任总帅 第二天 唐岛和成一郎不期而遇 还差点就被忽悠着 和他一起去翘班喝酒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突然得知了 中村成了新任总帅的消息 震得魂不附体 毕竟这三人可是老熟人了 吉祥聊里 大家也是相当的意外 伊瑟虽然之前并不知情 但也不得不承认 这在手续上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很快 中村开始了就职演讲 他还想到处走走 亲眼看清学员本来的面貌 成功给自己 树立了一个和善的标签 傍晚 中村解除了新户的秘书职务 从今往后 他将陪在惠里奈的旁边 让惠里奈的才能 得到真正的发挥 听到这里 恐惧顿时扑面而来 惠里奈一时之间 竟然无从反驳 与此同时 先左卫门找到了姓平 还想跟他一起运动 姓平看在眼里 整个人都要不行了 只得默默提出话题 问起了前任总帅找来的缘由 话音一落 先左卫门问起了姓平心中 关于惠里奈的印象 姓平也是毫不遮掩 觉得惠里奈对味道十分讲究 总是在发火 就此 一个心酸故事进入了家宰 其实 惠里奈曾经是一个很爱笑的孩子 和爱丽丝感情很好 后来爱丽丝要去北欧 她还主动提出 要她多写信给自己 但后来 中村介入了她的教育与生活 她隔绝惠里奈和外界的交往 不断给惠里奈灌输 不能怀有同情 只能看味道好坏的理念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惠里奈崩溃了 甚至一度觉得 等到先左卫门发现不对劲 惠里奈已经住进了一座囚龙 哪怕她将中村放逐出远远 一切也于事无补 后来还是在星虎等人的帮助下 被洗脑的惠里奈 才逐渐找回了自我 但是阴影毕竟已经形成了 中村深知这一点 所以想要顾忌重施 限制惠里奈和外界的接触 当年爱丽丝从北欧寄回的信 全都被中村处理掉了 而这一次 先左卫门希望 姓平能救救惠里奈 确实如此 父亲的再次出现 让惠里奈陷入了恐惧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声响突然传来了 爱丽丝在黑幕场的帮助下 爬上了妹妹的窗台 现在此刻 她又带着惠里奈一起出逃 原来爱丽丝无意间 遇见了失魂落魄的星户 短短一刹那 从父母那得知了 中村所作所为的她 便明白了中村的意图所在 也下定决心 绝不能让中村继续为所欲为 可是问题来了 惠里奈藏在哪里才最安全呢 几人商量对策的时候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惠里奈害怕 因为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 觉得实在不行 还是回家吧 这个时候 田索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吉星辽附近 而并不在意惠里奈家庭情况 也想让她说出一声好吃的性贫 也冒着大雨向吉星辽跑去 丝毫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宿舍遇见一个 浑身湿透的惠里奈 知道这是在离家出走后 姓平顿时来了兴趣 而为了惠里奈能够更好地藏身 亲户也趁着她前去梳理 将事情告诉给了吉星辽的大家 就这样 众人立马便被击中了 纷纷为惠里奈抱起了不平 还直接给她开了个欢迎仪式 用各种美食招待起了惠里奈 虽然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毒蛇的点评 但他们一个个干脚十足 立刻就把惠里奈包围了 而姓平也帅气地系起了围裙 恍惚中 惠里奈似乎看见自己心中最尊敬的那个人 成一郎的身影